《赵家碧》是有名的出版家了 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第一个专业的文学编辑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里的大家的书 那么都被赵伯伟认为是个珍宝宝的出版 但世道艰难 专制腐败的诗句里 没有人愿意做出版 公司破产了 已经把编书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赵家碧 将怎样维系呢 这时他见到了即将前往美国奖学的老舍 这是他相交十几年的老友 老舍先生他领了一笔骆驼箱子的版税美金 我把这笔钱想办法收回来给你 咱们两个人办一个出版社 我来出钱你来经营 1946年底 好友老舍如期寄来了 他在美国出版作品的版税 赵家碧办起了只有一个编辑的陈光出版公司 老舍和赵家碧相约 以诚相见 为作者服务 为读者出好书 陈光公司以老舍巴金的四部力作开篇 出版了39种陈光文学丛书 其中老舍的作品就有16种 还有陈光世界文学丛书 更是集中了一大批国内最优秀的翻译架的作品 后世的读者评价说 陈光公司出版了上千种书 没有一本是不健康不高尚的 中国现代出版时有一个特点 很多文人参加出版社的工作 等于就是文人办出版社 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文化事业 但老舍和赵家碧 一个作家和一个编辑 以诚相见的合作 却是很少为外人所知道的秘密 陈光是私营的 赵家碧由此成了资本家 陈光的辉煌又是用美金做出来的 赵家碧没有想到 在以后的十几年里 这段经历竟让他战战兢兢 屈辱恐惧又无法言说 他甚至几度精神错乱 假如没有这些外在的影响 他的贡献还要大 他那个世界短片小说大戏 到现在也没人翻译 本来当时五七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准备要把接过来的 后来因为这个运动以来 也就严消云散了 好多很好的理想志愿 设想计划也都没有完成 2009年 被誉为中国出版界的 文化万里长城的新文学大戏 出版了第五集 《黄黄百卷大书》 汇催了五四以来 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精华 为这座长城 垫下第一块基石的 就是赵家碧 但此时 赵家碧已故去十二年了 距离他为大戏落下的第一笔 也已过去整整七十五年了 中国新文学大戏的编撰和出版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 是一个大的工程 是一个华时代的工程 这个起点 这个开端 是赵家碧开启的 那是1934年 赵家碧二十六岁 新文学大戏 这大戏这个名字老实讲 就是从日本 一直过来的 所以他也觉得 中国的出版界 也应该有这样的系列的 比较成规模的系统的书 他说 中国的新文学已发展了近二十年 比起过去四千年的文化过程 当然短促的不值一提 但他对于未来中国文化史上的使命 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 是一切新的开始 他自己曾经是这样说过 新文学运动 所有的文艺理论 小说 散文 诗歌 这些戏剧的成绩 这些宝贵的材料 现在已经散似的 跟一百年前的古籍一样 编这个新文学大戏 就是要对新文学运动的 第一个实验 最初的实验 做一个整理 保存和评价 他要用最大的力量 去搜罗的不让一粒珍珠 从我们的手里漏掉 赵家碧请蔡元培 为大戏撰写总序 这位年长赵家碧 整整四十岁的老人 满心赞许 一口答应 赵家碧说 他对青年人和白话文学的关怀 正像一个年老的母亲 阴阴垂寻他儿女的健康一般 续一万多言 蔡元培一气呵成 他写道 新文学的成绩 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 其影响于科学精神 民智思想 及表现个性的艺术 均尚在尽兴中 但是 五国历史 现代环境 督促无人 不得不有奔逸 绝尘的猛进 所以 对于第一个十年 先做一总审查 使五人 由以见既往 而测将来 但就在这一年 国民政府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 发起文化围剿 当年查进新文艺书籍149种 禁止76种刊物的出版 赵家碧计划中的编辑名单 因为有鲁迅和公开批评蒋介石的郭沫若 遭遇了文化杂志审查官的威胁 刁难和勒索 他最后不得不取消 苹果莫拉丹的世界主编的设想 鲁迅是一定要保留的 这是一个象征 鲁迅当时是一个象征 这新文学大学 如果没有鲁迅的参与 那他的全国性怎么体现 所以必须要保留 赵家碧请来鲁迅 毛顿 郑伯奇编选小说 玉达夫 周作人编选散文 胡适编选文学理论 朱子清编选诗歌 洪申编选戏剧 这些大家 在五四之后 或分道扬镳 或论战交锋 但面对新文学大戏的 沉重分量 都欣然担起这份工作 这从文学的价值来看 这个书 而不能够拘泥于一党一派 才能够想出 这种新文学大戏 这个点子来了 能想出这个点子不简单 通过这个理想实现 赵家碧完成了 从一个普通的文学编辑 到一个由文化担当 文化追求的 这样一个出版家的 一个重大的转折 从此以后 我们看到的 就是一个出版家的赵家碧 因为这套大树 聪立在那里 他始终是提示着我们 这是一项 跨时代的文化教练工作 1937年春 赵家碧带着全套新文学大戏 拜访蔡元培 老人沉默着 把十本书抚摸了好久好久 他嘱咐赵家碧 继续编第二个十年的大戏 并且更重要的是 编辑世界短篇小说大戏 因为没有五四时代以来 像西方优秀文学作品的学习 就没有着十本巨著的成绩 但抗战开始了 赵家碧也只有踏上流亡的路 虽然 他依旧在流亡的路上 延续着出版的理想 但蔡元培的嘱托 却成了他人生又一个遗憾 1949年 展现在赵家碧眼前的是一片新天地 终于告别查书 进书回书的专制时代和战争岁月 赵家碧真心的为这太平景象开怀 还又可以编书出书了 我记得解放出的时候 我们家有城乡的 他出版的那些画册 你比如当时我们跟苏联好 他就出过成套的苏联的画册 各个方面的 这一套是集体农庄的 这一套是工厂的 这一套是文化工的 这一套是什么什么的 1953年 赵家碧将松江老宅的基地献给政府 要求将陈光公司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公司合营后 他被安排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辑 同事们称呼他赵家碧同志 我们来当他自己文化人 自信文字 他做副总编辑的时候 我们还是都请他赵家碧董志 那么当时董志 就是很寡容的一个清呼了 赵家碧创设了摄影画册编辑室 编辑各种画库和摄影挂画 出版摄影知识普及书籍 书发行很广 赵家碧也是真诚地投入这项工作 但他钟爱的文学编辑却从此放下了 在他以后的生命中再也没能拾起 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么个情况 到底怎么适应这个新的时代 有一个重新思考过程 版画了 摄影了 至少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少一点 当然客观上也有 因为他原来说些的老作家 很多那段时期也都在观望 也都各比了 没办法 赵家碧正值壮严 他满怀雄心 计划编辑出版新文学大戏二级三级 还有老舍拳击 智摸拳击等 他仍记得蔡元培的嘱托 出世界短篇小说大戏 但反右开始了 他关于书的所有理想嘎人而至 过了一两年以后 换了一个社长 第一次打了见面开会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说我是一条小人都跑不来的人 我是来捐进的 他是捐进的 他被定为剥削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 在三反五反时 赵家碧就因为半成光 被一再要求交代资本家的历史问题 成光是他与老舍共同的心血 但赵家碧一直守护着这个秘密 独自背起了资本家的老夫 这个事情我父亲一直跟我们讲 就不许讲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老舍当时是个人民艺术家 是周总理动员他回来的 你如果说是 这么一说的话 老舍也变资本家了 所以宁可自己 这个就是背着这个 当然这个包袱到了文革的时候 变成大包袱了 不仅是大包袱 而且变成敌人了 所以他等于因为这件事 受了很多屈辱 很害怕 他不能成同志了 他成了必须靠边站的毒草 他的精神崩溃了 他没事情可以做 他好像一天到晚就要有些事情做 要变数 你现在叫他坐在那里 他精神就受不了 看到外面汽车开过 他就想到这个汽车是来抓我的 口袋里头把牙刷 毛巾都放在口袋里 随时准备去进大牢 病情最严重的时候 医院的医生需要用电机 才能让他从极度恐惧 站立中安静下来 1959年 赵家碧的病情稍有好转 调任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 但事实上 他已被迫放下了挚爱的编辑事业 终日无所事实 平静的日子过了不久 文革开始了 但对这个一辈子要编书的人来说 文革就是从毁书抄书开始的 1966年8月 他眼看着自己所有藏书和文稿被人抄走 书房里空空荡荡 只剩下残纸碎片和两张破沙发 彻底的草 家里是没有数的 可以说一本也没 赵家碧回忆 这是我的一生中 第一次尝到无书一身轻的青松 他三十余年编辑生涯中 和许多作家往来的六百多封书信也被抄走了 其中老舍先生的信件就有两百多封 这些信后来再没找到 赵家碧晚年反复念叨 这是他的一生懦大的悲哀 几天后 一个朋友悄悄上门 轻声告诉他 老舍先生跳胡自杀了 赵家碧气不成声 几乎在他的一生当中 他们两个人算是最友好的搭档了 所以他后来晚年他写过很多回忆录 回忆录里写的最长的 就是关于老舍先生 题目也很简单 老舍和我 赵家碧的书房里一直挂着两张照片 一张是鲁迅 一张是老舍 他的书除最显眼的位置摆的 除了鲁迅的书 就是老舍的书 这一年 58岁的赵家碧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这双握惯了笔的手 拿起了粪梢 他爬到那个 他们称为远东第一大粪坑里面去挖粪 工人师傅爬下去了 他也爬下去了 就拿那个在底下拿粪烧 咬了粪往上面扔 大概后来上来了以后 很多人跟他讲 他说你当心啊 这种地方是有这种朝气的 弄不好人啊 就是说死在里头的 反右的时候 他独自背着资本家的罪名 什么都没说 疯了 而今 他再一次崩溃 后来我也找了他们工宣队 要求他到精神病医院再去看病 一个是睡不好 一个就是下入废废 对自己的未来 他是很恐惧 他一个最大的遗憾 是跟巴金的关系 因为他跟巴金 互相之间是都来往很密切的 两家非常熟悉 非常友好 当时的互相激发嘛 那时候环境就这样嘛 可能我父亲在什么时候 说了一些巴金当时一些话 所以我父亲最后 给我们子女有个关照 说他走在巴金前头 巴金如果将来 这个有一天百年以后 一定要我们四个祖女 给巴金送个话去 后来巴金这个去世以后呢 我这两个弟弟 就带我们四个人送个话去 这是我知道 它是最强的一个事 背负着这样的身心的悲苦 回到上海 加入政协编译组 翻译西方文献 他用交房租的钱 买了英文词典 一干就是五年 埋头翻译了七十多万字 现在以后 特别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那一场浩劫以后 这段时间对赵先生来讲 他的边界成果几乎是个空白 怎么会没有遗憾 他还有很多其他思想 没有能够来得去实现 但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遗憾 是一个时代的遗憾 赵家碧终于盼来了 一九七八年 但他已是五习之年 他退休了 不能做编辑了 但他又拿起笔 写自己的文章 留下的仍然是他一生的编辑理想 他留下了这四卷一作 让人感怀唏嘘不已 他晚年打上了几乎 我们要出版有价值的 有文化界的意义的好书 而他自己就生体力行 一个 出成了中国新文学大习的影印 第二个 也参与出成了良有画报的影印 这些都是重要的文化界的工作 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上 他都用了这个图案 一位撒播种子的农夫 或许是生命太有限 或许是一生太困顿 他为自己取的书名 是这样一句话 书比人长寿 什么都有了 概括了他为之追求 为之开怀 为之蒙难的一生 这个名字太精彩了 就是要尊重书 这个书比人长寿 有报复 有追求的编辑家 策判家 他说策判的书 就一定比人的生命要长寿 它会影响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已经把这个出书这个事情 作为好像他生命当中的 最主要的一个项目了 书比人长寿的意思就说 人类的思想的宝贵财富 地沉添 这比一个人整个生命 七八十年多到一百年吧 宝贵的多了 这山阴路上的老房子 带着十年浩劫的苦痛记忆 但赵家笔守在这里 度过生命最后的三十年 任凭儿女怎样劝说 他都不愿离开 因为旁边是鲁迅的故居 附近有先生的墓地 生命最后的日子 赵家笔常常让儿女 推着轮椅到鲁迅墓前 有时读书 有时长久的闭目沉思 我哪里也不去 我就要在大陆行程 住到终老 他的这个一生 离不开陆迅 所以他很愿意在这里 这里有大精神的寄托吧 世人终将要老去 终将要死掉 都在轮椅上的赵家笔 每天有自己孱弱的躯体 守护着鲁迅 那时他想过些什么 他没有说过 也没有留下文字 我们相信他的内心是幸福的 因为他有鲁迅 有老舍 他为许许多多的作家服务过 他为书完整地坚守了一生 他曾经苦难惊恐 又几度精神错乱 但他以自己的人格和努力 在百年中国的文化史上 留下了一个令人尊敬的名字 赵家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